接下来我们要复习的是句子改写 先看第一题 take my advice or you will make mistakes 接受我的劝告否则你会犯错 这个or是衔接对等子句 所以前面这个叫主要子句 它是用起始句的方式来呈现的 后面有对等连接词or 所以后面这个句子我们就称为对等词句 现在我们要改写 用unless改写 unless接的是复词词句 因为unless跟all常常会互相改写 unless是除非 那改写之后我们究竟要配这个句子 还是要配这个句子 要看nello 是除非你接受我的劝告 还是说除非你将要犯错 当然接受我的劝告 所以改写的时候马上unless就要接这个句子了 要小心 那这个句子就要接到前面来 or就不写了 因为连接词 or已经改成了连接词unless了 所以or不能再写哦 要小心了 再来我们现在把主词写出来吧 you will make mistake 你会犯错的 再来接复词词句了 除非unless 但是要小心的是 副词词句一定有主词 你如果只有写到说 unless take my advice 这个显然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unless后面 你的主词不见 这个主词 没有 你要补进去 you 这个才正确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主词 副词词句 一定有主词 这个主词 如果中文没有 英文要自己补上去 这样句子 主词才会很完整呈现 第二题 Although it was raining hard Doris went out for a walk 虽然天正在下了大雨 但是呢 Doris还是 went out for a walk 出去散步 现在要把 Although 这个副词词句 这边我们称为 副词词词 后半段称为主要词词 现在我们要把 副词词句 Although 这个 It was raining hard 改写成 in spite of 这in spite of 是片语 所以你改写它的时候 它后面就是要接 名词 名词前面 又还可以接 形容词 这个就是 你要注意的 我们 纸句改变语 好 纸句改变语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词句改变语 要利用这个模式 来给它写出来 写法不同 但是意思都一样 好 现在 in spite of 尽管 虽然的意思 尽管怎样 大雨 要用 the hot rain 或者是 heavy rain 这个才是正确的 in spite of 所接的名词 这个就 run就变成名词了 名词前面 接形容词 heavy 或者是hard 这个hard是指 语下的很大 很粗的意思 后半段 就主要指句 就是一个句子了 大致上我们是这样分 前面是负词指句 后面就会称为主要指句 如果前面是片语 那句子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 一般都是称为句子 就 不要再讲主要指句了 因为主要指句是配合 对等指句 负词指句 名词指句 配合这样子的句子 我们才会称它为主要指句 句子就只有这一个 我们就把它写完吧 Doris 照抄完全不动 went out for a walk 这就是第二题 指句 改写成片语 好 第三题 some students fool around 有些学生 fool around 虚度光阴 some students study hard 有些学生努力读书 这个是反面 这个是正面 这一题是考正反面 对照的 一个 结构 正反面对照结构 我们通常会用连接词 while while 所以很简单 就把while移到中间去就可以了 分号就等于是一个连接词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写法有很多种 现在改用while 完全照抄 some students for around while some 后面students就可以不写了 study hard 这个就是用while来改写 把两句连接在一起 while就表示 然而 虽然的意思 很棒 那后面的学生 因为前面有了 就不要再写了 直接用some就可以了 while some ok 再看第四题 the famous movie star vist taiwan every year 这是考动词 这个时态的改变 every year 是每年 所以动词用现在时 现在我们要 叫你改写成 已经来五次了 表示次数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五次 表示次数 我们要用 现在 在完成时 这就是的观念 every year 每一年的习惯 就要用现在时 但是表达 以前到现在已经有多少次数了 就要用现在完成时 现在就把这个答案完成吧 the famous movie star 再来 已经 拜访 已经来到台湾 has visited 台湾 次数出来 for five times 所以 for five times 我们要配合的是 现在 完成 是 再看 第五题 because team overslipped he was late for school 因为team overslips 睡过头了 he was late for school 年轻时 because 在那边 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个句子 称为 表原因的 副词词句 后面这个句子 我们称为 主要子句 上学词道 现在用 改写 delpho delpho 是一个转折的副词 转折语 现在我们就把答案完成吧 team over sleep 他睡过头了 因词 分号 delpho he was late for school 这是另外一种结构 team over sleep 这是 一个句子 那么 第二个句子 是用 分号 用delpho 这是 转折 副词 语义的转折 因此 他 上学 迟到了 在这个 英文的 表达方式 很多种 这样写法也可以 这样写法也可以 但是我们要注重的就是 你的结构 delpho 前面常常用分号 这个是重要的观念 第六题 no other worker in the office is as diligent as jeff 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其他的工人 跟jeff那样的勤勉 这个是原级 as diligent as jeff 现在原级 请你改用 比较急 比较急 那当然就要 绝夫 比什么什么 还要更 对不对 更勤勉 所以位置要掉过来了 要掉过来 我们把答案 完成吧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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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比较急 more deligent than 这就比较急了 more than 比谁 比任何一个 any other worker in the office 这个地方要小心 more than 是比较急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 绝夫 比 办公室里面 任何一个 其他的功能 因为绝夫 跟其他的功能 做比较 绝夫一定要 拿掉 所以呢 其他的功能 要叫 any other 小心哈 要叫 other 另外一个写法 还可以用 所有 其他的 功能 这是另外一个写法 也是不错的 老师就 起来这边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 这个是 不要用any 我们是用 all the other worker 要加s worker 后面照抄 in the office 所以你小心 any other worker 是单数 all the other workers 是 复数 请同学 稍微注意这个 这两个写法 真的很重要 好 我把线 画出来好了 我们 画 这个 或者是画框 特别留意 这个地方 不要形成 自己 跟自己 做比较 好 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 改写的一个复习